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门就是 这是我们家影呗 这是我们家院子 两近的院子 几位赶紧搬吧 搬家公司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个疯疯癫癫的冯先生 感觉自己被耍了 于是扭头就走 在车上 老板给这群人打来了电话 说有一个疯子住在大槐树下 成天让公司来搬家 让他们配合这个疯子演出戏 结了账就走人 一声人掉头回到树下 对冯先生说 凤先生 只要您给钱 您让我们搬什么 我们就搬什么 您说怎么搬 我们就怎么搬 那搬吧 几个人开始对空气演了起来 鱼缸 花瓶 灯座 一件件搬上车 冯先生在土蹲旁 找到了铃铛内的当子 兴奋不已 在搬家途中 一人无意间把冯先生的花瓶给撤了 冯先生心如刀脚 蹲下大哭起来 其他人看着冯先生难受的样子 沉默不渝 一些人去车返回 冯先生付了搬家费 但他们却没收 说是当作摧了花瓶的赔偿 突然 小车陷入小沟中 一人在沟中把铃铛的外照取出 冯先生看到后再次露出了笑脸 把铛子和外照结合在一起 叮叮当当的声音再次响起 在一段老北京四河院的水墨画闪波之后 他又找到了自己的家 想起了第一次来到百花深处时欢喜的模样 他在夕阳下奔跑着 挥舞着双臂 沉醉在搬家的喜悦中 遗忘了世界 同时也被世界遗忘 明黄色的帽子 鲜艳的红衣红裤 如此艳丽的色彩 却被照上了一件水泥灰的外套 仿佛那不是冯先生 那是紫禁城 是被钢筋水泥渐渐吞没的北京城 电影中的冯先生 撬着兰花纸 迈着小碎布 操着一口北京枪 拘揉着腰背 虽显得苍老又脆弱 却透露出一丝优雅 他蹲下身去触摸土地上 不存在的碎瓷片 此时的冯先生 仿佛封到了极致 甚至还像一个孩子似的 嚎啕大哭 而在冯先生眼中 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 封到了极致 电影中不断出现 框架式的构图 把人放在框内 形成了一个囚字 暗示着被囚禁的 老北京人的命运 电影中也有许多对比 树和楼 疯子与精明 繁华与破败 新与旧 影片中的每一个镜头 都富有含义 陈凯歌导演 在这个命题作文的完成上 可以说是及格 乃至优秀的 百话深处 是所有人都能读懂的 一部影片 而这部 以十分钟年华老去 为选题的作品 让我想起了一部 法国电影 夏日时光 夏日时光 同样也是一部命题作品 是阿萨亚斯导演 朱丽叶比诺什主演 以奥赛美术馆为选题 拍摄的命题电影 主题也是新旧交错 逝去的时光 这部电影当中 有一个片段 与百话深处中 冯先生回到胡同的感觉 十分相像 但表现手法 却全然不同 在传统的法式乡村 女主人已经去世 破旧的房子荒废多年 服侍女主人数年的老保姆 重新回到 这个她工作十几年的屋前 此时的她 已经没有了房门钥匙 只能隔着玻璃 往里张望 镜头却被锁在里面 从屋内向外探望 同时缓缓移动 此时的机位仿佛有了灵魂 老保姆被隔在窗外 与屋内的灵魂相互凝视 曾经的夏日时光 已去不复返 死去的人不能复生 离开的时间也不能逆转 法国电影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 煽情或是矫情 情感的表达 寒而不漏 这一隔窗张望 爱而不伤 没有汪洋澎湃 却能侵入灵魂 无论是怎样的电影形式 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表现手法 这些如秋蝶 至黯然神伤的画面 都能勾起 我们古老的回忆 这个世界 把冯先生的铃铛外壳抽走 把老保姆隔在窗外 只留下当子 在风中乱颤 留下老保姆 独自绣着蔷薇花 当子撞击着空气 发不出一丝声响 宛如风魔了 而最后 淋雨当结合 叮叮当当声响起 这响声 已无人欣赏 无人懂得 甚至 无人知晓了 影评人只能转述梗概 真正打动人 但是连续的情节 和完整的画面 喜欢这部电影的你 请完完整整的 一阵不跳的 开上一遍吧 希望你能被打动 如果你感到意犹未尽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和公众号 里面有更完整的影评 每天还会推荐 有意思的小众电影 和私人书单 并同我分享 你的电影生命吧 那帮忙